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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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12點半了 我剛剛 從台北搭客運 過來這邊苗栗 我原本想要去吃一個 水晶椒 因為那個店是 好像開到中午12點半 但是 我到苗栗已經12點半了 完蛋了 說到苗栗 是很有名的是 客家料理 所以我第一家要吃那個 這個客家版條 很像住宅街 住宅街的中間突然出現 版條的店 但是客人好像有了 一般到2點 所以我快點進去 你是哪裡人? 日本人 對 推薦草 草比較香 好 好 有豬肉的 有蛋炒的 蛋是比較香 有肉 那就 你推薦的 我推薦的 我推薦蛋炒好了 好 比較香的 好不好 就這個嗎 有那個嗎 客家小草 有 客家小草 有 謝謝 我超愛 你要帶走還是這裡吃 因為那個沒有位子 因為那個沒有位子 有有有 有嗎 有啊 那還不能說一個位子 好 好吃 太順利了 太順利了 這是 很香 好吃 太順利了 太順利了 好吃 味道很好了 黃色 吃得到 白米吃得到 太順利了 超級香 超級香 麵很酷 還有,好像這個 ネギ的香味 非常好 你看看 麵 超級太 然後,好像中 中間有很多肉、卵、蜜、蜜、蜜 接著是海洋小湯 超級好 豆腐的色是普通吃的 很濃烈的色 豆腐、ネギ、蜜、蜜 全部吃掉 台北吃的海洋小湯 完全是很濃烈 很濃烈的味道 海洋小湯 海洋小湯很濃烈 超級好吃 原來是苗栗的客家料理 很好吃 吃完了客家版條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還是在苗栗吃客家料理 感覺有一點不一樣 就是... 就是不一樣 然後我因為是剛剛吃飯的時候 我沒有喝東西 所以剛剛蠻渴的 然後我剛剛擦完之後呢 就是找到一家 好像在地人 從小去的一家首要飲料店 但其實從這邊蠻遠的 大概走路半個小時 我走路過去看看好了 而且我剛剛就是 吃那個半條的時候 他們大概1點的時候 跟客人說 就是已經半條賣完了 他們真的聲音很好耶 我現在大概快走到一半 蠻後悔的耶 30分鐘走的就是蠻久的耶 然後我就不小心埋到水了 有沒有原本想要就找手要店 就結果 路上就買酒喝 什麼意思啊 但還好 其實因為那個手要店附近有一個 苗栗很有名的肉圓店 網路上有寫了已經70年的老店 蠻厲害的 所以我就 再休息一下一些時候 再去走吧 還好今天沒有那麼熱 沒有沒有汗嘛 是不是 我現在是在30分鐘 過程 走路上來 我終於買了 我買了 鮮白果QQ茶 這個也是很喜歡的 那些東西 我中間有喝水嘛 然後之後 我都沒有喝 因為是為了這個 我來吃這個 它們的全粒很有彈力 它們的全粒很有彈力 不是QQ 就是全部很有彈力 感覺會很飽的那種感覺 白香も本物的白香使用 不是那種醬料的白香 蠻好喝的 應該可能是 我剛剛 走路30分鐘 所以菜這麼好喝 有可能 看到了 看板了 哇 すごい 70年老老店 有可能是 不喜歡吃蒜頭 但是 但是 不喜歡吃蒜頭 不喜歡吃蒜頭 應該是沒辦法解釋 因為蒜頭的味道很重 然後醬料也是很鹹 下面這邊都是蒜頭耶 蒜片 難怪蒜頭的味道這麼重 我個人是因為 蠻喜歡重口味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吃 果然是70年老店 真的很好吃耶 肉也吃吃看 很QQ 完全沒有腥味 哇 難怪那麼多人要排隊了 我在排隊的時候 已經快3點了 快3點的時候 可以買到 哇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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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一個 這就是很怪怪的 你怎麼在幹嘛 那種感覺 有其他很害羞的 找到了U-bike內 太開心了 看一下 U-bike 這個是不是U-bike 1.0啊 難怪我剛剛用U-bike 2.2的APP查U-bike的帳 一直找不到 難怪這邊是U-bike 1.0喔 我接下來要回去那個火車站那邊 然後火車站那邊有一個餡餅店 然後因為那個我大概兩三天前 IG上有問大家就是苗栗有沒有什麼推薦的美食 然後很多人說這一家店 所以我最後就是要吃這一家店 最後にきたのは IGでも多くの人がお勧めしてくれた 一口香鮮餅 苗栗火車站から徒歩約3分で着きました 我剛剛一直走來走去找個 可以放相機的地方 終於找到這個地方 謝謝這個牆壁 早速我來吃看看 我剛剛點的是這個青蔥牛肉鮮餅 可愛 圓圓的 小小的一顆 大概我的手的 我的手的這邊 跟大概差不多一樣的大小 いただきます 很香 怎麼那麼香 哇 聞起來 聞一口喔 香香 滿滿的牛 裡面也是滿滿的牛肉耶 好像肉本身的甜味 感覺吃牛排的那種感覺耶 而且又來了 苗栗的蔥怎麼那麼香喔 上次跟健台人一起去 一起去那個 伊朗的時候也是 因為那邊有名的三星蔥嘛 那個是超級香 超級好吃 但苗栗的蔥也是 其實滿好吃耶 然後 剛剛買完之後 旁邊有一個醬料區 然後網路上面有些 很舒服用這個醬料 但我有點怕是 我剛剛是不是拿錯醬料啊 這個是有點辣的嘛 因為旁邊有一個醬油的醬料 我不知道這個是對不對 我試看看 いただきます 辛いかな 很香 不會辣 完全不會辣 因為我不太會吃辣的耶 但你可以解瘦 完全不會辣耶 就是香料耶 這個就是香料 啊 我剛剛 有一個點是 綠豆沙 現冰 邊邊 然後大概跟我的手差不多的大小 我人生第一次吃 いただきます 裡面是黃色的 看得到嗎 黃色 為什麼 綠豆不是綠色的嗎 完全不會有那種 滑雪的甜味 就是好像綠豆本身的甜味而已 所以是 就是 有一點一點甜那種的感覺 而且 我剛剛在店前發現一個人型 然後呢 那個人型 我覺得應該是那家店的老闆吧 因為剛剛就是裡面有看到一個 滿像他的一個人 我覺得那個人型做得很棒 真的很像 因為快五點啦 我們今天也是差不多嘛 也是吃飽了 我覺得 苗栗的東西是 滿多重口味的 像今天吃的客家料理啊 還有說那個肉圓 因為我自己是本身很喜歡 重口味的人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苗栗的食物這樣子 下次見戴蘭來台灣的時候 再跟他一起來吧 好啦 那我今天 今天先這樣子喔 下次見 然後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有趣的話 請幫我按個讚 幫我訂閱喔 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